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I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是关于运动应用 Strava终于推出了用户最期待的黑暗模式 这不仅能减少眼睛疲劳 还能提升应用的可访问性 此外 Strava还新增了AI反作弊功能 让运动排行榜更加公平 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科幻电视剧黑色孤儿 回声 这不续集在2050年代的未来背景下 继续探讨人类身份的主题 剧情围绕着失去记忆的Lucy展开 并深入探讨人类对于自我认同的安全感 最后一则新闻 是以色列计划建造国内首台超级电脑 以保持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竞赛中的领先地位 政府将投入215000万美元 并计划在2024至2027年间 实施这一国家AI计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报道 Strava终于推出了用户最期待的功能 黑暗模式 这一更新是Strava最近宣布的一系列新功能中的亮点 预计很快会全面上线 黑暗模式将减少屏幕对眼睛的刺激 使应用程序更加易于使用 并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自定义 黑暗模式的设置 可以在最新版本的应用程序中找到 通过点击你 然后选择设置图标 进入偏好设置并选择外观即可启用 自2019年 iOS13引入黑暗模式以来 几乎所有应用程序都在努力推出这一功能 而Strava曾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随着技术的普及 用户期望他们的手机保持黑暗模式 那些保持白色背景的应用程序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除了黑暗模式 Strava还宣布了一系列更新 包括用于检测作弊的AI工具 新的家庭订阅 以及旨在提高女性安全感的新工具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黑色孤儿 回声是一部探讨人类身份的科幻剧集 原版《黑色孤儿》中的女主角Totiana Matheny 在5G中扮演了多个克隆角色 赢得了大量粉丝和奖项 续集回声设定在2050年代 讲述了原版克隆人Sara的女儿Pire 成为科学家 能够打印出人类器官 甚至整个身体的故事 新角色Lucy Kristen Ritter是 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中 遇到年轻版的自己Jules Amanda Fix是 和年长版的Eleanor Ria Kielstek是 剧集核心探讨了身份认同的问题 Lucy在失去记忆后 是否还是一个完整的人 她在实验室逃脱后 与退伍军人Jack和她的女儿Charlie一起生活 但她不断梦见一把血腥的刀 编剧Anna Fischko希望通过这部剧 探讨情感层面上的身份认同问题 并与观众一起探索哪些经历 使我们成为自己 Yahoo US报道 以色列将在下个月启动一个招标项目 建立该国首个超级计算机 以确保在全球人工智能AI技术竞赛中 保持领先地位 以色列创新局首席执行官Jules Bean 在AI会议上表示 尽管AI对以色列的科技行业是一个朋友 但如果不采取行动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敌人 政府计划在国家AI项目上 投入2.5亿美元 其中60%的预算将在2024年执行 预计2027年完成 并可能获得更高的资金支持 科技在以色列经济中占据20%的比重 该国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中心之一 以色列拥有9000家初创公司 其中2200多家使用AI技术 为训练大型AI模型而建立的超级计算机 将对研究人员和公司开放 并以低于市场的成本提供服务 并强调 这一超级计算机 对于维持以色列在全球AI竞赛中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Telegraph My Lady Jane亚马逊Prime视频 看起来像是由ChatGPT生成的作品 你可以想象一个机器人接收到命令 将都督王朝历史中的一个小人物 比如说九天女王 打造成一个女权主义偶像 这个故事充满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氛围 软和的性爱场景和充满活力的音乐 配上由女性演唱的老歌翻唱 虽然没有什么创新 但如果你抛开对狼听的记忆 这部八集的剧集其实相当有趣 Jane Gray被赋予了主动权和植物医学的专长 在一个另类历史的篝火中燃烧都督王朝的老套故事 Edward Liu是有色人种并且喜欢男孩 Mary Tudor是一个暴躁的反派 而Princess Bess则是一个眼神呆滞的傻姑娘 同时有几个角色 这在历史书中似乎并没有记录 被称为Ethians 他们能够变形为熊 鹰 蛇 或西班牙猎犬 或者在一个光彩照人的超级帅哥的情况下 变成一匹绿色种马 其他人则被称为Sysmorphic 这是对身份政治的一个机制讽刺 Jane由Emily Bader饰演 她充满了活力 完全看不出是个美国人 熟悉的演员们如Anna Chancellor Rob Brayden Dominic Cooper和Jim Broadbent 都表现出色 尤其是Kate O'Flynn饰演的Mary 她的表演充满了野性和幽默 最夸张的是Oliver Chris的旁白 带着一种世故的上流社会腔调 整部剧的服装和场景都非常华丽 尽管剧本来源于一本青少年小说 但她的心智年龄却像是CBBeast的儿童剧 尽管有大量的脏话 和对婚姻用途的狂热关注 这部剧仍然适合你的内在青少年 The Independent 音乐人Mia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锡纸帽子 据称可以阻挡5G波 她认为这个品牌可以拯救人类的未来 这位48岁的Paper Plains歌手 上周推出了她的服装品牌Only 称其为在技术战争时代的现代歧视的盔甲 Mia最近因与一些被指控传播阴谋论的广播公司 包括Alex Jones 结盟而受到批评 销售宣传称 这些帽子由纯铜和涅法拉第织物制成 提供100%的大脑覆盖 除了可逆的双色设计 这种筒帽据称可以阻挡99.9%的WiFi 4G和5G信号 防止其到达佩戴者的大脑 除了帽子 该品牌还提供一种全保护斗篷 有48%的纯铜液和一种液态的效果纺织品制成 据称该斗篷可以在热成像无人机 和无人驾驶飞行器面前变得隐形 同时阻挡99.9%的WiFi 3G 4G 5G 蓝牙 RFID GPS 卫星和电子辐射 尽管5G和WiFi的危害已被专家广泛驳斥 但OMI的网站仍然描述其使命是 在智能程式 数字加密 AI Neuralink 可破解的人类 零隐私 深度学习 内部身体数据收集和无差别跟踪监视 思维数据挖掘 社交媒体过载 增强现实 社交信用系统 虚拟反乌托邦心灵场景的时代 我们为您带来革命性的时尚未来 该服装公司称自己是保护隐私 自主权和身体及数据权力的最后防线 Mia在发布后分享了一张带有 OMI标志的手带图片 暗示这可能是下一个推出的商品 粉丝们对此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 他已经完全毁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成为了一个疯子 但也有人称其作品为 有远见和惊人 Yahoo US 演员Matthew Perry在10月不幸去世 调查显示 他在去世前曾使用绿岸铜 洛杉矶警察局的高级消息人士 告诉ABC新闻 关于Perry去世的调查即将结束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将决定是否对任何人提出指控 如果他们不选择提出联邦指控 案件可能会被转交给州检察官 Perry于2023年10月28日去世 享年54岁 他被发现时 已经在自家按摩浴缸中失去知觉 尸检显示 他死于绿岸铜的急性影响 尸检还列出了溺水 冠状动脉疾病和丁炳诺菲的影响 作为不直接相关的死亡原因 死亡方式被判定为意外 Perry血液中含有高浓度的绿岸铜 可能因此失去意识 然后溺水 Perry因在热门情景喜剧《老友记》中饰演 Chandler病而闻名 该剧从1994年播出至2004年 华盛顿邮报 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厄梨酱 很可能会看到丽莎 布莱恩的食谱排在首位 它的食谱名为最佳厄梨酱 新鲜、简单和正宗 需要用到厄梨、罗马番茄、香菜、大蒜、洋葱、酸橙、墨西哥辣椒和海盐 这个热门搜索结果是布莱恩的收入来源 但他担心人工智能很快会取而代之 布莱恩原本是南加州的一位医疗保健高管 十年前因职业倦怠而开始在网上发布食谱 现在他经营着一个名为Donshaftology的美食和生活方式博客 并拥有250万YouTube粉丝 每年网站访问量达到1.3亿人次 它的成功故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谷歌搜索 但随着谷歌从传统搜索结果 转向直接用AI回答用户问题 独立网络出版商如布莱恩担心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布莱恩和其他博客作者正在向国会施压 要求审查谷歌的AI概述功能 布莱恩和数千名创作者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国会推动科技公司在使用创作者的作品训练 AI工具时支付报酬 并确保AI回答不会减少第三方网站的流量 独立报 一名保安被指控策划绑架 强奸和谋杀电视主持人霍利·威洛比 并创建了一个模拟威洛比的AI聊天机器人 陪审团在切姆斯福德刑事法庭听取了加文 普拉姆使用名为Botify AI的应用程序的证据 并看到了他发送给同伙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展示了一个绑架工具包 包括脚料 球形口塞 绳索 金属扎带 和手铐 检察官艾利森 摩根 KC在法庭上宣读的消息显示 37岁的普拉姆 告诉一名名叫马克的在线用户 他为这位金城主持人创建了一个虚拟形象 普拉姆还讨论了 将威洛比和其他受害者 带到一个废弃的马场 该马场有15个牢房 警方在普拉姆的住所 发现了两瓶 他认为是绿纺的液体 检方声称 普拉姆的终极幻想是针对43岁的威洛比 并为此购买了金属扎带 刀具和绿纺 普拉姆否认所有指控 审判预计持续两周 日经亚洲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为周四的辩论做准备 他们在总统竞选中势均力敌 本次选举结果将对亚洲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拜登和特朗普在美国在全球的角色 贸易和经济政策 气候变化政策 以及技术发展方面有截然不同的愿景 在一系列文章中 日经亚洲探讨了两位竞争者 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极其可能的后果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探讨了他们在技术政策方面的立场 拜登和特朗普在如何监管科技行业方面 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技术上超越中国 拜登在2022年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 以减少美国对亚洲半导体供应链里依赖 并推动国内制造业 特朗普则可能不会支持第二个芯片法案 但他可能会通过企业减税等方式支持行业 两位候选人对TikTok的态度也个不相同 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9个月内剥离股份 否则将面临全国禁令 而特朗普在任期间 曾两次对TikTok采取行动 但后来改变了立场 TikTok仍然是两位候选人的关键竞选工具 尽管面临潜在禁令 他们都在平台上建立了自己的追随者 南华早报报道 碧鲁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培训成千上万的碧鲁公民掌握新技术 碧鲁总统迪娜 伯鲁阿尔特在为期一周的访华期间 参观了华为位于深圳的总部 并签署了一项协议 计划培训两万名年轻专业人士 女性和中小企业家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伯鲁阿尔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还表示 此次访问 为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 清洁能源和人文交流等关键领域的 更大投资和合作铺平了道路 他还参观了深圳的比亚迪总部 讨论在碧鲁建厂的计划 并计划前往上海和北京 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碧鲁是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去年共接收了29亿美元的投资 然而 位于利马附近的查卡岗项目 因受与中国国有航运公司中远集团 独家运营权而引发争议 碧鲁政府曾试图推翻这一决定 并威胁对中远采取法律行动 但在波鲁阿尔特访华前几天 撤回了诉讼 波鲁阿尔特将与中远代表在上海会面 并与中国铁建讨论连接查卡岗 与波利维亚和巴西的铁路建设计划 CNN报道 英伟达的魔力似乎已被打破 英伟达的股票 自2023年初以来上涨了约750% 但最近几天的波动 让投资者意识到 市场可能存在泡沫风险 英伟达的市值 在短短30天内 从1万亿美元飙升至3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然而 上周和本周一的股价暴跌 让投资者感到震惊 市值在三天内缩水了4300亿美元 尽管股票在周二反弹 市值再次超过3万亿美元 但市场对其估值的担忧依然存在 分析师们指出 尽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 但英伟达的股票泡沫最终会破裂 尽管如此 许多人仍对英伟达的增长前景 持乐观态度 认为其芯片推动的AI技术 将重塑全球经济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 拥有强大的实力和数十亿的联邦资金 但在将AI知识转化为公司 产品和投资方面却远远落后 尽管加拿大是第一个拥有国家 AI战略的国家 并在2022年更新了这一战略 承诺将AI研究转化为商业应用 但专家们认为 加拿大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做得不够 知识产权律师吉姆 辛顿的研究显示 大约四分之三的专利 最终都被外国公司拥有 加拿大政府 在今年的预算中 投入了更多资金 以增强本国的基础设施和计算能力 但业内人士对政府的策略表示怀疑 认为 政府应更多的帮助加拿大公司 更快地采用AI技术 尽管加拿大拥有世界顶尖的AI研究人员 但在商业化方面仍需努力 《环球邮报》报道 花旗分析师泰勒 拉德克将Shopify Inc Shop N Shop T加入了公司的美国重点名单 认为该股票将在2024年下半年 加速收入增长 2025年实现盈利 拉德克在研究报告 站在AI增长和利润率的正确一边中指出 预计Shopify今年的息税前利润 将同比增长63% 略高于市场共识 尽管Shopify的投资周期 在2024年对利润率扩展造成压力 但拉德克认为 增加的营销支出将带来积极的投资回报 并在2025年推动显著回报 他还指出 Shopify作为AI的下游受益者 其AI工具有助于商家提升客户购买体验 从而推动总商品交易量GMV的增长 拉德克维持对Shopify的买入评级 并将目标价格提高到96美元 悉尼《尘封报》的David Gordon写道 他向新南威尔士交通局TFNSW 报告了Penris的Cassery Road上 有毒苹果植物的问题 结果被TFNSW的AI系统误解为有毒苹果 不是一种宣布的有害杂草 但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George Sikovic则分享了 他对早期圣诞送歌歌手的误解 并指出最早的送歌歌手是Carol Bayou Slayers 比Bread Me Spears早了至少20年 Terry McDonough分享了 他在投票给Logy Awards时的困扰 因为他需要滚动回到自己的出生年月 其他读者也分享了 他们关于数字广播接收 和旅游经历的有趣故事 比如Michael Ward在里约热内卢的经历 他的导游在红灯时 按喇叭通过红灯 称在里约热内卢 红灯只是建议 雅虎美国报道 知名电影制作公司A24 获得了由Flife Capital领头的新一轮融资 这次融资使得A24的估值增长了约40% Flife Capital创始人 Josh Kushner将加入A24的董事会 A24自2012年成立以来 制作了超过150部电影和50部电视剧 获得了16个奥斯卡奖 14个金球奖和18个艾美奖 其著名作品包括《月光男孩》 《瞬息全宇宙》和《原钻》等 此次融资将帮助A24 继续支持突破性的故事讲述者 并将他们的声音传达给全球观众 Flife Capital表示 A24通过将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 与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相结合 正在重新定义现代娱乐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这些国家里面从正中的视频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a laugh or cry aside noses flying high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a laugh or cry aside noses flying high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ll never fall from the bus sixth degree wow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orld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a twirl who who b pro Que pro Que 感谢观看